Hello大家好,欢迎来到简哥记 我是简哥,一个专注于不标准普通话的科技解说 近期,IS微信发布了7.0.15正式版 那么这次更新都有哪些变化呢? 下面我们就来一起了解一下 首先,长按聊天机器有了新变化 之前我们长按是纯文字 而现在却变成了图文版 我们在两分钟之内长按信息 它这里显示的是撤回 但在两分钟后长按 它这里是删除的选项 另外我们在搜索栏搜索某订员号时 现在它后面会显示认证效果 黄色为个人认证 蓝色为企业认证 视频号分享至朋友圈 之前它是图文形式 而现在是纯视频 而且下面还有详细的来源 微信的拍一拍也有了新的变化 现在我们拍好友或自己 它这里会出现提示 我们在小程序点击右上角的三个点 它这里多了一个成长守护功能 但之前全服窗的功能没有了 其实除了以上这些之外 微信这次更新还有一些细微的变化 比如视频号可以私信作者 和好友语音通话时 它现在添加了记音和免提功能 电号视频横屏观看时 我们可调整观看的速度等等 有兴趣的朋友也可以去试一下 好了本期视频分享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